在2013年电视剧《路贞传奇》播出的 讲的是北齐皇帝和女相路贞 共同将北齐制立为中土第一强国的 玛丽苏爱情故事 不过真实的北齐和路贞 可不是电视剧中那样一团和气 一句话 见过离谱了 没见过这么离谱的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求观众老爷们点一个小小的赞 这就开始我们本期视频 北齐由东魏权臣高欢的儿子高杨建立 28年内就换了6个皇帝 平均下来每个皇帝在位4.66年 这个频繁的换人速度 可见北齐皇室多多少少是有点问题 北齐的奠基人高欢 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视频 就不在这里多说了 北魏就是被他分为东魏西魏的 他的长子高成年少有为 替父分忧 高成这个人在治理国家方面 是一把好手 重要的是 在北方那个民族复杂的地方 没有民族偏见 全部都一视同仁 该奖励奖励 该罚就罚 就在他刚担任朝中重要的职位时 就上台把东魏朝廷内 贪赃枉法 寻思舞弊的朝中大臣治罪 把之前跟着他父亲高欢的 叔叔伯伯治的是一愣一愣的 此时的东魏皇帝 就是一个空架子 高家人才是东魏 真正意义上的掌权人 毕竟皇帝就是高欢推上去 他只是没找到合适的机会称帝而已 在军事方面也打了几次 胜仗稳固了东魏的政权 在高欢去世后 高承觉得时机成熟了 便把手下的亲信们召集起来商议夺位的事情 就在此时刺客杀出 将高承和亲信杀害 刺客被听见声音赶来的高杨斩杀了 高家为数不多的正常人 高承年仅29岁就去世了 高承有6个儿子 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拯救北齐与危难之间的 蓝陵王高长公 高承死后呢 其帝高扬上尉 成功拿下了东魏皇帝的宝座 刚建立起来的北齐还是蛮正常的 高扬在上尉初期也是个正常人 毕竟除了东边 那全都是敌人 如果不好好上班工作的话 北齐可能就要被顺秒了 他虽然是继承父兄的基业 但是一刻也没有闲下来 特别是和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中 将北方觊予北齐的游牧政权 杀的是人羊马帆 让他们不敢再觊予北齐 打到他们上表相书 但在四方稳定之后 高扬就开始了 由专心国事改为荒淫暴虐 罗奔 女装 招摇过世 还招集大量的民女入宫 供自己和亲信享乐 有次他喝得大醉 想起来自己宠爱的薛贫 曾经和昭月王有过暧昧关系 手起刀落就把睡在身边的薛贫给解决了 他带着薛贫的尸体又去喝酒去 在喝酒的过程中 他若无其事地将薛贫的尸体拿出 分解 把薛贫的骨头做成了琵琶演奏 把和他一起喝酒的亲信们吓了个半死 毕竟这种情况 能不被吓死已经是很好了 他的母亲楼太后 看他天天饮酒作乐不理朝政 就拿手杖打高扬 说 儿呀 你得支撑起 高扬是完全没把他老妈说的话听进去 接着酒劲就说 老太婆你敢骂我你就等着我把你卖给胡人吧 楼太后直接就气得昏了过去 高扬稍微酒醒以后呢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有点过 就想去哄母亲开心 钻到母亲的床底下准备给他一个惊喜 哪成想用力过猛 楼太后被摔成了重伤 之后高扬决心戒酒 但都是喝完酒之后才想起来自己要戒酒吧 后来高扬的身体是一天比一天虚弱 在公元559年报亡 可能还在讲话上剧结束下剧人就没了 十年三十四岁 他的儿子高阴继位 但是呢 实权不在高阴手里 第二年就被他的叔叔高掩给废掉 虽然高掩上位很简单 但还是他的母亲楼太后帮得好 毕竟高阳这个倒霉蛋把自己摔成了重伤 可不能让他的孩子继续当皇帝了 高掩将高阴废为济南王 第二年高掩将在晋阳的高阴杀害 十年十七岁 高掩上台之后呢 也是和高阳早期一样整论励志 让北齐又强盛了一段时间 但是很快他就因为杀害高阴 会对兄长生病了 这种内疚的心情反复的折磨他 同年十月 高掩在打猎时被摔下马 在卧床养病期间 对这件事情是更加羞愧 他想到此前和高阴的约定 说只要高阴陷处王位 他就不杀高阴 但是因为政治利益 他还是动了手 他害怕 害怕自己死后 自己的孩子 也会重演一遍高阴的事情 斟酌再三 他决定改立皇储 让自己的弟弟高占继位 并且给高占留了一封遗书 让他好好对自己的妻子孩子 公元561年 高掩驾崩 中年27岁 高占继位 高掩是完美继承了父母的容貌 问就一个字 帅 他的哥哥和父亲也是帅 可能是有鲜卑混血的原因 在他上位初期 也是和哥哥一样 把国家治理的是井井有条 但是他可不是胸有地公的一家子 虽然整顿朝堂风气 但他对自己的兄弟可谓是心狠手辣 在高阳时期 永安王高俊与上党王高焕被囚禁 本来高阳心情舒畅 想要放了这两位弟弟 就是高占在高阳的耳边吹风 让他改变了主意 高俊高焕惨死 在高占上台后 他把自己的四哥高烟堵死了 最最重要的是 高掩的遗书中 让他好好照顾自己的妻儿 他的确是好好照顾了 全身心都放在嫂子那了 在继位后 他就逼迫自己的嫂子 高眼的皇后 李祖娥从了自己 并且以高眼的儿子 高少德为要挟 如果不从 他就杀了高少德 后来李祖娥是羞愧难当 不敢再见自己儿子 在生下高占的女儿后 亲手杀死 高占听闻女儿被杀 气急败坏 之后将高少德 抓到李祖娥面前杀害 高占将李祖娥衣服脱掉 装在袋子里 暴打一通 扔进河里 最后李祖娥得救出家为泥 算是逃出生天了 这还没完 他还杀掉了高成的长子 高孝瑜 高成三子 高孝婉 听闻兄长被杀 极为悲痛 为了泄心中愤怒 扎草人射箭 本来在自己土地上上班 也没什么事 偏偏高孝婉的妾室 臣氏 失宠了 心里不愤 便去到高占面前告状 说高孝婉 将高湛当成草人来射 还每天晚上对着皇上您的画像哭泣 高湛直接把高孝婉抓到宫中 打死 公元五六四年 天空出现了不祥的星象 高湛就想把曾经是高掩太子的高百年 杀掉祭天 后来高百年因为一个字写错 冒犯了皇上天威 被高湛派来的人 打得蹊跷流血 还一边拖着走 一边打 高百年奄奄一息时 说愿意给高湛做牛做马 高湛可不管那么多 当初就是要杀了你 随后便将高百年斩首 还有就是陆真的原型陆令轩 他早期是高湛儿子 高伟的奶妈 在高湛继位之后呢 他的地位就随之改变 毕竟高伟是未来的皇帝 作为抚养太子的人 那地位可就不一般了 高湛看见儿子在他的管教下一天天的成长懂事 便封他为郡君 这个封号可是当时最尊贵的 更何况他之前还只是一个奴婢 后来高湛病死 高伟年幼 胡太后又是个极为放荡的人 北齐的后宫就到了陆令轩的手里 然后便开始了干预朝政 铲除异己 他的儿子穆提婆 总揽北齐军政大权 当时北齐和北周正在打仗 他们把北齐能打仗的几个张军 全部铲除了 可谓是亲者痛 仇者快 战败的消息是不断传来 他们还骗高伟打了胜仗 让接着奏乐接着舞 后来北齐灭亡 穆提婆投降 陆令轩自杀 高伟被刺死 大家可不要以为高伟自己就是什么好人啊 就算没有陆令轩 他还是一样的荒淫无道 这家子 要不是早死 要不就是精力耗尽而亡 中奸国力也强胜过 其实这些放在南北朝都是正常的事情 编剧们喜欢写以南北朝为背景 主要还是这个时期太奇葩了 什么样的人都有 出现啥事也都不足为奇 那么大家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想了解更多 记得点个关注 下期视频 我们不见不散